缘起不爱信空,信空不爱缘起 虚妄为世系,为世呢,他以阿赖爷说明一切法 缘起是志向有,刚才提到缘起信空 缘起志向有,即虚妄分别 他的缘起是异于什么呢? 依是立缘起,阿赖爷是 阿赖爷缘起,来立缘起法 依是立缘起,因果善成立了 我们的轮回解脱的因果,就是依阿赖爷是来说明 所以他的重心的说明在阿赖爷是 终关的说明在哪里?法空性 第三类是,未无我惧的 外面有糖衣的,吃起来甜甜的 感觉很好的 好,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得相 只因无名烦恼不能证得 虽然我是凡夫,但是我也具有如来的什么呢? 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只因无名烦恼不能证得 我只是因为有无名烦恼不能证得 烦恼是主还是客? 他是客 我内心有什么呢? 自信清净心 好,那正常维心戏呢 他用如来藏来说明 这一戏是很受欢迎的 圣生如来藏是善不善应 善应不善应都是依如来藏而有 无实习所心 名为阿赖爷 他也讲阿赖爷 所以你看 你有讲到的我也有讲到 是吗? 维世戏讲到阿赖爷 他也有讲到 然后终关讲到法空性 如来藏性有没有讲到 如来藏就是法空性 他也有讲到 但是我讲到的你们没有讲到 我的唐一你没有 但是你也不要把唐一呢 当成重点 重点是唐一吗? 重点是 你要体悟到 这个如来藏就是法空性 那这边提到 有此有生死 依如来藏有生死及涅槃正德 所以他在说明一切法的时候 他是以如来藏来说明 佛说法空性就是什么呢? 如来藏 其实 如来藏系他的说明 如来藏就是什么呢? 佛说呢? 法空性以为如来藏 这个法空性给他包一个糖衣 包什么? 如来藏的糖衣包下去呢? 就变成什么呢? 如来藏 如来藏的糖衣拿掉就是什么呢? 就是法空性 但是糖衣重不重要? 糖衣重要哦 你看我们 我们说喝牛奶 小朋友喜不喜欢喝鲜奶 无糖的鲜奶 他不喜欢你跟他加糖 他不喜欢你跟他加糖 加苹果口味 巧克力口味 麦芽口味 糖又把他加多一点 鲜奶他可能喝两口就不喝了哦 但糖还有一些 这些不同的口味加进去呢 他一天喝三瓶有没有可能 哇好好喝哦 喝三瓶 所以呢 这个法是高的 那这是法呢 是容易涉受众生的 这三系我们大概再给他归纳一下 中观呢 刚才提到的说 他在说明一切皆空 为假民 性空为民 一切法诸法必尽空 一切诸法为假民有 比如说我的民 我现在叫做某某民 下一次轮回的时候 这个名称就不一样了 一切皆空 为假民 缘起性空 为世呢 这一类的众生 他认为一切法无自信 一切假有 等于什么都没有 空什么都没有 他成立一切法 他要依实立假 那依实立缘起 世事有的 缘起志向有 那我们看如来账 中观呢 他主要的内容 三法印 他可以搭配 无我 为世呢 搭配无常 他说 中观为世说无常无我 不能成立轮回以解脱 要说什么呢 如来账常住不变 如来账为一切法的依止 依如来账而有轮回而解脱 所以呢 这个如来账 他是什么呢 他是依止印 轮回跟解脱 依于如来账 那这边有一个批语 如太阳 乌云 依止虚空而有 烦恼 他是客 依于清静心而有 我们只要去除烦恼 自信清静心就显现出来 所以如来账为一死因 如来账 他是善不善因 你的轮回是因为不善因 你的解脱是善因 这都依于如来账 三系的说明有这样的不同 我们下一节课呢 再把三系的不同呢 我们会再用几个表格跟内容 为大家解说 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感谢观看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 让大众能够感受到 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接下来请收看 善知识法语 第五位 咱们将来研究 菩萨解本经一个题目 菩萨解本经 菩萨这两句 是印度文 全名叫做菩提萨道 因为咱们将人很爱感性 所以就将世纪出两里出来 叫做菩萨 菩提萨道 菩提就是感悟 萨道就是幽静重心 所以说菩萨的幽静重心 它本身就是一个幽静重心 但是它感悟 它这边也就是放着幽静重心来感悟 菩萨 菩萨 它向上求佛德 向上爱感悟重心 感悟重心 这方面爱主修主理 这方面爱理它 不但爱用主比 也爱用地毁 这些菩萨道一定爱做 所以咱们初学的是 必须先发起菩提心 来修菩萨界 菩提心就是 大主比 大地悔 大管力的心 修改有改本 为什么叫做改本呢 因为 它说改律的菩萨就是 咱修改修行的菩萨 所以叫做改本 法严谨听门跟咱们说 改为不胜破体本 改就是要生活的 大家不胜破体的菩萨 改就是菩萨 所以叫做改本 改本 改本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表现 这是菩萨来说的意思 为什么说这是菩萨来说呢 因为另外还有 很简单的说 内容很多 很简单的那种 叫做公本 公本的说就是 公代这一说 公本的内容 说较看面 说较上色 像我们目前用这款的改本 是说较简单 说中点的意义 所以改本这一本 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 较基本 较简单的意思 较简单的意义 是菩萨界的功率 并没有团来中国 并没有团来中国 朴瑟卷 较简单的意思 还有意思 叫做 别别改团 别别这一别 就是分别的别 意思就是 你如果� ark一条街 所以解释必须我们解脱痛苦在地主宰 我们若是不能消毒我们心中的白念头和不好的用意 就会永远受痛苦的缩绑永远不主宰 我们若是能消毒内心的黑念头、黑行为 就会在地主解解脱主宰 所以解叫做白白解脱 是要让我们一种一种烦恼都解脱掉在地主宰 所以说解也是跟我们主欧博族的意思 将我们内心不好的念头行为都停止到来 我们不好的念头行为就是不好因 有不好因才有痛苦的故 如果可以把不好因停止到来 就会生成痛苦的故 所以解脱掉就是跟我们断静我们的念头 改静我们的减固行为 使我们快乐解脱痛苦 这边咱们就简单介绍 菩萝萨家的本经这一经是 经印度官文叫做修道路 中文翻译做经 它本来意思是山的意思 因为印度人 因为山转用山可以拎掉 用山的心地利益 要靠在环境上 抱在 Nick上的心地 这个山的意思 就是能肩让人 Ku折折alk 要靠在环境 的靓天就是给所有的道理 都向靠在环境 正柔道油粒表达出来 所以用这句经来代表 经所表达的 这方面是和真理最合合 这方面也和听众的经纪最合合 所以叫做客理 客气 客理和客气的经典 就叫做客气 简单叫做经 以上是我们很简单 把台北和欢迎人解说一下 下边我们特别进去解本 因为为了菩萨 他跟我欢迎说 如果是先直接念鬼片的解本 因为他无法治 所以就鬼段听都没 因为作为老菩萨欢迎的意思 我可以带会 因为我可以带在台北的听途 也是进步好 所以如果是用台北太鬼片的本种 我可以说听不一半 尤其是福经文件文 听不一样的可能性更加大 这样学习的好课可能更不好 所以咱们现在必要用的感觉方式 但是先简单用北味 跟内容说一下 再加上来讲解本 那些学习的本种 学习先用简单的北味 给大家收看了解台语以后 再到重来上试 讲解本的本质 我们要说这本解本 它的本质并没有过多 我们按照它的段路 分成三段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 这三段里面 这五中间第二段 是美的菩萨所说的 也就是正式的说解本的内容 这段就是 由菩萨第七经来面 制作出来 其他第一段的开头 和第三段结尾 都是当时印度 要享用菩萨改人 为了上海的方便 骗起来的本质 第一段定义是 开头一个数文 第三段定义是 一段 放流通的本质 因为这本解本 是专门 为了上海人 所骗起的 所以这些骗作 这样三段 另外 我们说 尊重大师 所繁药的 古佳菩萨改本 虽然和这本 是同一本 但是 它的文化 就不一样 古佳菩萨改本 它就没有 头部这两段 只有第二段 说改正的道理 我们现在就要讲 我们这本改本 第一段的内容 第一段是用 其上来设定 其上是什么呢 其上有时简单 叫做旗 像我们师兄 在唱的 赞佛菩 就是一种旗生 以前像是 每一句 日所都一样 摆起来 真正座 像 阿密 杜 神 金 石 上 和 公平 无 丁 软 这就是 七字七字 摆起来的旗生 旗生就是 像这样 摆起来的 日所 真正座 都四字四字 有点 五字五字 有点 七字七字 甚至 听起来 五阿文 这款的文章 叫做旗生 像我们 在面 北条 这段旗生 这边 落下 十方 金 光 输 亦在 整轮 住 同格 住 时 这就是 五字五字 摆起来的旗生 这第一段 的旗生 是表示 鬼衣 经理 散步 以及 赞叹 改发 的意思 这 中 有 四段 的 的 利用 第一 首段 就是 表辞 鬼衣 经理 散步 的心 表达 第四 太大 实际 是 并 并 在 过 佛 这句话简单说一下 才可念出观本来 第一句 我简单用白话说就是 我点小名 东北鬼以路下哪会 观本是 鬼边路下哪 我点小名东北鬼以路下哪会 这时表示 究竟高了极点 咱知道 路下哪会 就是 摄下无尼会 的不信会 也就是 这菩萨界的人 路下哪这三日 是由 印度幻文的发音 直接幻过来 哪叫艺术幻月词中文 就叫做 静伴 清静完伴的意思 因为 他所有的烦恼 都在断清静 所以叫做清静 他应该想的 都在想 究竟完伴 所以叫做 清静完伴 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所有的烦恼 都断清 说得 都想完伴 就是 成就 不幸福了 咱修齐菩萨界 修身 就 鬼边 路下哪 咱修齐菩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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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方向 这边都有 一件修行 成功的菩萨界 所以叫做 十方的菩萨 十方的菩萨 为什么叫做 金光菩萨 咱修行 修处地 上观你 这个菩萨 叫做 定格菩萨 就是 这个神菩萨 第一 这个神菩进行 最后 还有 一个比较科 最后一个比较科 要靠过去 才能成功 什么是比较科 是呢 就是 有一个 真比赛的 金本菩萨 烦恼 必须要把 这 最后的 金本菩萨 弄得 断清净 才能成功 变成 金光不怀的 不成功 金光德 就定义是比较科区 科区人 就叫做 金光菩 他已经金光不怀了 十方所有已经修行工的菩 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苦渐过来 所以 跟 路上的菩 完全 一样 没有什么重要 都是 清净 万万 他们 都是 我们的老师 人 变成 要去学习 就是 要学习 这种清净万般 金光不怀的菩 所以 改文说 鬼面 路下哪 十方 金光菩 等大家 修过菩萨界 咱们记得 咱修菩萨界是 什么人是 我们的 在这一段何上 菩萨界的这一段何上 就是 路下哪 也就是 本数 色彩无尼 佛的 佛神佛 咱修菩萨界的 尊敬何上 是什么人呢 也就是 十方的金光菩 在咱修菩本开头 就说 鬼面 路下哪 十方金光菩 也就是 天真难 咱修菩萨界 目标就是 要用 路下哪菩 清净万般 以及 十方金光不怀的菩 来学习 那边 那边 我们继续说 第三句 和第四句 这两句的意思是 咱修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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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句 有 那边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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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ek 一 那边 来面算出来 国家苏帝伦 这部伦是 米勒菩萨所说的 所以请和米勒菩萨 做伦主 也就是说 讲这部伦的主人 我们既然 要学习这部伦 就要先经历 讲这部伦的主人 无意来讲 我们就没有办法 好好习 我们不但要尊敬发布 也要尊敬刚发的情报 下面第四句 是 三第三句 继续改造米勒菩萨 米勒菩萨就是 当来 不成佛 真尊贵的菩萨 它的名字 幻者中文 叫做 主是 主就是 主比的主 因为米勒菩萨 米勒菩萨 反着中文 就是 主无量性的意思 就是 它的主比第一 无什么可以生过 它的主比 现在我们下轻辑菩萨 现在我们下轻辑菩萨 第四句下轻辑菩萨 《类辅菩萨经文!》 那我们下轻辑菩萨 越来人论主 当教主是尊 解释国合作会 就是第一声段 表辞出 全意境内散步的心意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 呈现出来 把爱、慈悲、平等、清静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生命电视台 人生加油站 接下来请收看 菩提如是说 佛陀 佛陀曾经于法剧经中开示 火烧的炎热 无过于贪心 淫欲 最独的毒药 无过于愤怒 憎恨 最难受的痛苦 无过于执着色身 最究竟的快乐 无过于涅槃之乐 五戒十善 才是开启我们幸福生命的钥匙 奉辞五戒十善 将会使生命朝向清静 善良与光明 远离苦难与危险 使我们获得安定 快乐的生活 五戒十善 更是一本得生人天的护照 是成就人天福报的基本善因 几天菩萨曾经开示 一切痛苦的根源 都是来自于我们只为自己着想 而一切快乐的根源 则是来自于可谓他人 为众生设想 简单地说 当我们只为自己着想的时候 痛苦就来了 反之 若能够多为其他的生命着想 我们将能体会前所未有的愉快 与欢喜自在 没有任何一个人遗失过慈悲心 每一个生命 每一个人 都一直拥有慈悲心 未曾失去过 只要在一切时 一切处 实践慈悲 我们将会是世界上 最快乐最幸福的人 我们也将会是实践佛法 充满动力的菩萨勇士 他人对我的伤害行为 完全是由我们自己心态所认知的 看清他人 伤害自己的根本 完全来自于自己负面的想法 当我们心中 还怀有恨意时 就容易招感他人 对我们的伤害 只要我们能够体认这一点 这便是生命中安乐的泉源 我们要确信 和平始于自心 若我们心存善念 不怀恶意 让自己随时保持慈爱 友善 那么和平的喜乐 才有可能伴随在我们生活左右 若我们心怀恶意 存有诡计 那么幸福与喜乐 也将离我们而去 佛界就是佛陀的行为 受持佛界 能使我们的内心安定 也能够让我们保持决心与良知 以寻佛陀的境界 就是学习佛陀的行为 我们也才能够超越 超越世间的束缚与烦恼 获得究竟的喜乐 受持亲近戒律的目的 在于调伏自己的烦恼 如此 才是受持亲近戒律的标准 也是幸福安乐的根本 人如果能吃更多的苦 就越能获得丰硕的果实与成就 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不吃任何的苦 而便有所成就 吃苦就像是良药一样 它不仅能让我们成长 还是成就我们幸福快乐的祝愿 我们要存有一种责任心 什么责任心呢 就是普世的责任心 我们要对社会的祥和 存有责任心 对国家的安定 存有责任心 对生命的平静 存有责任心 更要对万万无尽众生的 究竟安乐 存有一份绝对的责任心 试着于日常生活中 保持喜悦的心 使一切人皆是菩萨 要实时审查自心 检视自己的行为 是否符合正法 符合慈悲的动机 让心开朗 慈悲 慈悲 实时欢喜 这是身为佛教徒 所应具备的魅力 消除生命的痛苦 消除生命的痛苦 让众生 让众生生起一份恭敬 良善的心 藉由这样正面的心态 能让众生朝向光明而行 远离恶道之苦 随时保持着正面的心态 不管外在的境界 再怎么恶劣 只要我们不再抱怨 怒骂 不起烦恼 随时就可以改变命运 三世诸佛皆以苦为师 所以修行者也应以苦 来作为修道上的逆增上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如果没有病痛 没有生活上的种种苦受 谁会因此而希求出离呢 由于苦的刺激 我们才有探求真理 与解脱的机会 因此我们不应惧怕痛苦 反而依勇敢面对一切逆境 以此真迹修行 印度的吉天菩萨曾经说过 世间最悲哀的事 莫过于自己伤害自己 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受苦呢 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受苦呢 就是因为我们受到贪 心 沉痴 吃三毒的伤害 而一再地毒害自己 如果我们需求无上的安乐 必然 必然要将心中的三毒 烦恼释放 使心安住于无所欲求的寂静之中 生命的本质是苦 这个苦并不是他人给予我们的 而是由我们过去所造的也形成的 我们今天有幸听闻佛法 就应该把握每分每秒的时间 将身心完全投入修行之中 实时的意念正法 关怀众生 我们的心灵将会是 源源不绝的喜乐泉源 不管我们遇到再大的痛苦 都先不要去管它 理会它 先静下来 先放下它 可以先到佛堂或者道场 在庄严临近的细分中 沉淀身心 渐渐地就会发觉 智慧开了 办法有了 当我们在去面对事情时 就等了如何解决了 这是很自然的解决方法 因为天下并无真正的难事 释迦牟尼佛的教法 能让我们知道生命的苦 乃至了知苦因 而苦是由于我们的无名而来 要去除无名烦恼 才能达到极灭之地 无所挂碍的究竟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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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须通过修道 我们必须透过修道 借顶慧的修持 才能消灭无名等贪 春痴的烦恼 内心的杂乱 防备与执着 才是使我们痛苦的原因 当我们执着的双手放开之后 不在唯一境界所影响时 自我防卫的情绪得到解放 那才是生命真正的安定与安乐 灭苦的状态 就是涅槃的状态 涅槃就是无苦的状态 证得涅槃的圣者 就称为阿罗汉 阿罗汉已经消灭内心的烦恼 生命对他们而言 已是最后一生 这是因为他们的内心 已经有所超越 为此 我们应为灭除烦恼 无名而努力 无名而努力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 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 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 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佛的教法 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因爱重生的流测狗 有一只名叫洛奇的流浪狗 它原本是一只雄壮威武的狗 也曾经被主人深深宠爱过 豆豆 豆豆 你在哪里啊 豆豆 快过来 豆豆 以后可不要再乱跑了 害我担心死了 以前 以前我的主人 也是这样疼爱我的 洛奇 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家 好不好啊 那时候 我还是很健康的 主人非常喜欢我 他每天都会陪我散步 和我一起玩耍 洛奇 要丢了哦 结得好 洛奇 洛奇 你越来越厉害咯 来 我们再来玩一次 那时候 主人总是喜欢和我在一起 我们一起吃东西 一起看电视 也一起睡觉 可是后来 我生病了 变得丑丑的 主人开始讨厌我了 不再让我陪他散步 也不和我一起玩耍了 啊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掉毛掉的这么厉害呢 洛奇 今天晚上 你去客厅睡吧 该死 洛奇的病 就让他自己兜风 洛奇被主人遗弃后便四处流浪 他原本就已经感染了界限的皮肤 变得更加严重 天啊,你看,那只狗真是太恶心了 是啊,那只狗看起来真恐怖 我们还是离它远一点的好 我看那只狗,应该是得了什么严重的病 才会变成那副模样 这样的狗应该抓去安乐死才对 可不是吗,那只狗看了就讨厌 难怪会被主人遗弃 就在这个时候,爱狗的小肚发现了洛奇 它内心的震惊无以复加 以这只狗现在的状态 它恐怕很快就会死在这条街上了 这只狗,它,它真是太可怜了 天哪,这只狗感染了非常严重的界限 而且身体又瘦又虚弱 从它目前的状况看来 恐怕很快就会死在街上了 小肚跟随着洛奇 来到了它栖息的巷子里 洛奇就趴在臭熏熏的垃圾桶旁 由于长时间没有得到基本的照料 洛奇看起来对生命不存任何希望 好臭的味道啊 狗狗,你愿意跟我回家吗 我希望能够帮帮你 洛奇,你的名字叫洛奇吗 洛奇,跟我回家好吗 就这样,小肚将洛奇从街上带回了家 并送到宠物医院进行治疗 由于洛奇的界限十分的严重 且身体过于虚弱 以至于大家根本无法分辨出它的品种 来,洛奇,吃吧 我想你会喜欢这里的 慢慢吃,别着急 明天得带它去看医生 希望能治好它的界限 天哪,小肚,你带来的这只是什么狗啊 它叫洛奇,是我从街上捡回来的 小肚,它的界限实在是太严重了 而且瘦得不成样子 我都无法分辨出它的权种了 是啊,它的确病得不轻 我发现它的时候 感觉它对这个世界都失去了信心 林医生,我想让洛奇知道 人类是非常有爱心的 不会对忠于人类的狗狗不闻不问的 小肚,我知道 你一直致力于流浪狗的救护 你放心 我会尽力治好它的病的 那就先谢谢你了 我想它应该是一只熬犬吧 嗯,我看它倒像是只挪威娜犬啊 经过兽医的细心治疗 洛奇的身体渐渐恢复了健康 乌黑的毛再次长了出来 而它的情绪也变得越来越好 林医生和小肚不仅治好了他身上的疾病 还赶走了他内心深处的阴霾 林医生,你真的很厉害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治好了洛奇身上那么严重的界限 哪里?洛奇身上的病我能治好 但他心里的结 我想也只有像你这么有爱心的人 才能帮他解开呀 是啊,我得多陪陪他 让他感觉到满满的爱 几个月后 洛奇终于恢复了他本来的面目 他是一只挪威娜犬 他像个天使般成为了众人喜爱的宠儿 小肚,你看,是我猜对了吧 洛奇不是什么鳄犬 他是一只漂亮的罗维娜犬 真没想到啊,你竟然这么漂亮 真是丑小鸭变天鹅了呢 天啊,你看那只狗可真漂亮啊 是啊,我看它都可以去参加狗展了 对啊,小肚 最近保护动物协会正在筹备一个狗展 不如你带着洛奇去参加一下,如何 嗯,这主意不错哦 这个狗展并不是在一群狗中挑选出血统最优良的 而是在告诉所有的人 那些不完美的狗狗,我们也爱 洛奇获得了总冠军 洛奇的精力告诉了我们 有时候还是一点点的治疗 爱心和耐心